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创建型的模式 创建型的模式 它抽象了实力化的过程 抽象了实力化的过程 它能够了帮助一个系统 独立于如何创建组合 以及表示它的那些对象 也就是说了 一个系统 它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的对象 很多很多的对象 那么我们创建型模式 就是来管理这些对象 如何创建 如何组合 如何表示的 然后如果说创建型模式 解决了这部分问题 那么系统呢 就不要去考虑 如何创建对象 如何进行对象组合 这些问题了 所以说了创建型模式 它是帮助一个系统 独立于如何创建组合 以及表示它的那些对象 然后呢 一个类创建模型 一个类创建模型 它使用组成来改变实力化的类 而一个对象创建型模型 模式 是将实力 将实力化 委托给另外一个对象 将实力化 委托给另外一个对象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 看一个创建型模式当中的 一种典型模式 就是单身模式 单身模式了 是一种典型的创建型模式 单身模式的提出 是因为 有时候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有这一种需要 就是一个类 它只能够创建一个实力 逻辑上只允许它 创建一个实力 要达到这一种效果 那么呢 我们就要用到单身模式 单身模式 也就是说 这一个类 只能够产生一个对象 单身模式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来看一段简单的大码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单身模式 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instance instance呢 它是一种 我们发现 它的类型 和我们的类名 是相同的 也就代表instance呢 它是一个 和这一个类 就是这一个类 类别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一个 单身类 它和普通的类 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区别 在于 它 不是用 不是用构造函数 不是用常规意义上的 构造函数 来进行出实话 来得到一个对象 而是呢 通过这个get instance get instance 来得到一个这种类型的对象 这一个类 它的一个实力 同时对于这个实力呢 有限制的 我们要想得到这么一个类 它的实力啊 我们必须要写 金格类型 啊 点 get instance get instance get instance 以这种方式 来获取一个 啊 这种类型的呢 对象 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获得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呢 光用这一个函数 光说这种形式 大家可能还是不理解 它为什么能够控制 只产生一个实力了 也就在于 get instance 它里面啊 这个实现的一个问题 get instance get instance 并不会在所有情况都返回一个正常的巨饼 它是有判断的 它并不是说不分青红超白 就给你返回一个巨饼 而是呢 首先做判断 incidence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的话呢 我们新产生一个实力 产生一个实力 将这个实力 啊 它的指针 传给这个instance 然后呢 再把这个指针 传送出去 倘若现在的instance 我已经执行过 一个get instance 那么 这个instance 是有值的 有值的 那么它就不为空 不为空的话呢 那么 那么了 我们也就不会执行这么一个语句了 也就不会再产生新的对象了 而是呢 把现有的这个对象 返回回去 把现有的对象 返回回去 同时 还有一点 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这个static static呢 代表的是静态的意思 啊 表示的是静态的意思 这里必须要加这么一个关键字 否则啊 还是不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 如果没有static 这个关键字 那么我们的单身模式 也就无法成其为单身模式 啊 无法成为单身 单身模式 因为呢 啊 它有可能产生多个对象 因为如果一个变量 啊 一个变量 它不是静态类型的 啊 它是动态类型的 啊 它不是静态类型 不是 而是动态类型 如果它是动态类型的了 啊 后面 也就是这一句话 这个浪 每一次 执行这一段的时候 它都会要 把它复制为long清空 所以说 这里必须要用static 这里同样如此 因为get instance 啊 get instance 他的访问方式呢 是直接写类名 再写get instance 而不是写某一个实例 啊 而不是某一个实例 所以说了 我们的这个 static 必须要加 否则也会出错 加了static 就代表能够用类名 啊 点 方法名 直接访问 啊 这呢 就是单身模式 啊 就通过这么小小的一段代码 能够控制 能够控制一个类 只能够 啊 一个类 它只能够 产生一个实例 产生一个对象 就能够控制 就能够控制